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y Smith 让哲学进入经营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我们继续谈矜持哲学第三十三条做出无私的判断 我想我们就来谈企业经营者 在每天都要做出无数的所谓的决策跟判断 但是这个判断当中一定不能假有一丁点的实施 那当然啦 很多的企业组都是自己辛苦建立自己的企业 所以他都认为这个公司是我的 那员工只是我聘请来的 在判断事情的时候就是会用自己的利益去判断 像这次疫情来的我是不是要资钱 我是不是要减薪 这样子的话就不是无私的基础 所以我们这一次来谈这个做出无私的判断 就是不要说企业经营者 在部门的主管就好 如果是以部门成为一个企业的话 那就是以部门的利益来判断 甚至是以整个部门的员工的利益来去做判断 当然这个利益要正向 我们在哲学架构里面就是我们每一个领导者 不管是企业不管是部门 都必须要有所谓的无私心 同时呢在你做每一件事情做判断的时候 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思维 特别是公司在困难的时候 你到底是怎么样才真的可以叫无私 其实在这边我要跟所有的企业领导者讲一下 我个人的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事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第一个是想到谁 我可以很有底细地跟大家说 我这个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我的员工怎么办 这是很自然的啦 最终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我的员工可以在这个企业可以过好 最基本的当企业面临问题的时候 不能像大难临头各分配这样的 而是我觉得必须要以共同的利益 甚至是以企业的利益 当然企业我们一直在讲是说 企业经营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让员工在精神跟物质得到幸福 所以要以这样的架构之下 来评断自己的心是不是无私 除了我们针对我们自己的员工之外 我们对于我们的合作伙伴 社会大众我们消费者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把这样的利益 要把它延伸 特别是我们制作如果是食品 这些吃的东西来说 我们要讨量的其实是消费者大众 如果消费者大众使用我们的产品 怎么了那怎么办 当然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比较不好的商人 反正我东西卖出去我管你 那当然我有些人会说 那怎么样培养无私心 其实你要有所谓的利他心 凡是对方的立场利益来思考的话 那你的无私心就会慢慢的提升 当你真正的有无私 其实你的企业其实就会成长 你就可以所谓的无私或你 就是这样的逻辑 所以在此期盼所有的企业的领导者 必须要为自己的员工伙伴 跟消费者或是社会大众 以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立场 为所谓的判断的基础 这样子真正的把无私的判断 把它做到极致 我是Jois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